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 给我们带来的荣耀 但最近 接连乒乓球几场比赛 引起了国人的注意 也触动了我的神经 日本的张本志和先后利克马龙 张契科 而且猖狂至极 更为震撼的是 他是中国前国首张明的儿子 这简直一个天大的乌龙 其实 中国选手代表其他国家赢得比赛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十几年前 我们就惊呼狼来了 一些在国内打不上主力的 平堂选手 纷纷出国 改变国籍 然后再杀个毁马枪 但这次不同的是 胜利者的态度 嫉妒嚣张 嫉妒猖狂 他就是张本志和 铿锵玫瑰平堂王子们文化缺失 重阳内外 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 中国人居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这与有娘养无娘交的严重有什么区别 这是严重的中国文化文化缺失 盲目追随外国文化 重阳内外 父母一聚 孩子还小 不懂事 浮扭过去 事实上 这些表象的东西 体现出的是家长的价值取消问题 孩子无根无足 不让是人取消吗 张本志和家教失败 欺识网组 绑极自己生命的本源 与父母的家教缺失 或者失败有重要功联 俗话说 要不叫父母知过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热老师 孩子的成长 学校 社会固然重要 但作为家长责任重大 虽然说张本志和出生在日本 没有在中国本土 接受过中国式教育 但这恰恰反映了家教的重要性 起码 他的父母张宇 张宁一定没有实时提醒孩子 爸妈是中国人 中国是你的根 你也是中国人 嫉妒猖狂 既高能低 心高气傲 张本志和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很小的时候就体现出了极高的天赋 加之刻苦的努力 在父母的调教下 乒乓球技艺 可温处类拔萃 但认知世界的能力上有欠缺 或者说15岁的年龄 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 这本身就不合常理 美得一分狂妄的大喊 仿佛中国人都是他的仇人 赢了马龙体制弊端 人才外流 中国的体制 很多体育选手在国内竞争力很大 很多有潜力的运动员 很早就没了生存的空间 能进国家队为国效力的运动员 奉毛领奖 若想保定自己的专业 在国内竞争 势必慢慢被淘汰 若想不被淘汰 中国打球是大多数中国运动选手 继续本专业的最好办法 这样中国很多运动项目 都有很多人才慢慢流失了 值得尽兴的是 我们还拥有着强大的团队 许欣 凡振东 梁静坤 一匹匹黑马不断涌现 他们将是张本质和一个有一个的噩梦 许欣 凡振东 梁静坤 其实 一项体育运动的魅力在于 胜利者的不可确定性 一场比赛的输赢也无关大局 赢了谁也不足怪 此 只是胜利者的态度是个问题 中国人的后代 应该知道尊重对手 尊重自己的祖国 否则 就是人格的缺失 这一点 父母的责任重大 张本质和的仓狂 这社交教的缺失 作为家长应该引以为戒了 家教是孩子成长最为重要的教育 而是 需要派对手动的功能 成长最后的掌握 决定的 来 考虑 而是 而成长最后的 更了解 忍